好 最后还有时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关于反右言论的事情 反右言论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讲的已经是因为在这里 就是说哈佛也好 这个MIT也好 或者是这个耶鲁体验名校 还有这个宾大 这些学校所培养出的人产 是美国的国家东洋 从总统大法官参议员 还有各地的州参议员 还有演艺界的人士 还有这个艺文界的作家等等 你能想象到的 在美国各个领域里头 执牛角精英的这些人 基本上大多数会来自这些名校 换句话说 这些学校是培养美国未来的 这个政治精英也好 或者是社会精英也好 学术精英也好 这是这么重要的机构 今天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平常出问题 一个教授讲错话 另外那个什么讲师讲错话 就把它解决掉就算了 现在不是 现在这是三个大学 至少这三个大学 他们校长本身出了问题了 所以这就不能不认真的面对了 所以这个事情的层次 是在这里头的 那当然校长是可以换来换去的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不换校长 跟换校长之间 就有很大的立场问题 因为这个美国 我们刚刚讲的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不受政府管 除了他拿了政府经费之外 他其他都不受政府管 包括人事 那么这个人事哪里来的 是有学校的校董会 跟校董会背后可能有的校董基金会 这些人来控制 所以这些人来决定 这个校长的去留 来决定这个校长的 找新校长或者是换校长等等 那么在这个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在这个 10月6号这个事情 10月7号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那么以色列现在受到很大的压力 哈马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哈马斯进去杀了这个犹太人 在早上的时候 凌晨的时候杀了一千多个人 那么照现在目为日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证据 这个杀人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非常非常残忍的 那么严格来讲就是个屠杀 就是个屠杀 那么对于这种屠杀行为 大家是鼓励鼓掌的 还是不要装作没看见 还是不讲话 还是倒过来说 你以色列自己干的 你因为你对人家不好 所以人家来杀人是应该的 而且杀多少 无所谓 尽量杀 这个话就变成这个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校园里头 由于不管什么原因 这个左的势力 这个学生来讲 研究生本科生等等的 现在这有一部分的学校就说 这个以色列该杀的 以色列犹太人是该杀的 为什么不可以杀呢 这个话就出来了 那么如果跟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现在在校园里头 讲说这个黑人 你歧视这个黑人 你歧视这个胖子 你歧视这个是同性恋的 跨性恋的 双性恋的 你只要讲这个话 在学校里头 在教堂上也好 在校园里头也好 在学生生活会 你只要讲这个话 有人录音 有人拍照片 送到这个音词观 或送到这个推的 那你这个人就死定了 如果是白人讲这个话 还是白人教授讲这个话 二话不是问题 就马上就discipline 要么就留置贴心 要么就把你反射掉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今天有人说 犹太人该死 而且应该被屠杀 应该屠杀死 就像有人说牙役该死 他们搞了新冠基督进来 牙役该死 那这个话应不应该受到制裁 应不应该受到制裁 或者说应不应该 受到校规的诚职 应不应该 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应该的 你既然不准黑人 不准同性恋 不准跨性恋 不准这些 那为什么压抑的话 或者是犹太人 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为什么 你要一视同仁 不是 所以今天这几个校长 三位校长在听证的时候 就说了这个 主持听证的这个 Sephanic 就是这个纽约上周的 一个比较保守派的 共和党的议员 他就在这个听证上 连问了17次 说你们觉得这个话 应不应该受到制裁 所得到的答案就是说什么 我们简而言之就是这些校长 包括这个Gail 校长说 那要看情况 It depends on the context 他要看你讲话的情况 也就是说 在某种情况下 犹太人是可以死的 是可以杀掉他的 可以屠杀他的 有些情况不可以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如果讲得很激烈的时候 我讲了这个话 或者是说 我们在讨论这个 巴勒斯坦人 也受到以色列的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 你讲出犹太人 该死的这个话 也是对的 没什么不可以的 不会受到制裁的 这话对吗 有些事情是绝对的 不是相对的 你不该杀人 就是不该杀人 不管什么理由 你可以有理由 在判刑的时候 你去讲 但是你就是不该杀人 等等这些事 比如说我跟你谈话的时候 我不该骂你 我不该用粗话来骂你 我不可以说 是我口不责言 我对你家的这个长辈 产生这种不礼貌的行为 这种事情 你不可以这样讲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人类共同 特别是犹太人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被这个纳粹 残杀600多万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 也看过这种被残杀的过程 送到集中营 送到这个瓦斯市里头 这样杀掉 都看到过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 不能得到教训 而且还可以重复说 犹太人是可以被杀的 那要看情况 还加了这句话 所以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结果就是说 第一 这个宾大 宾州大学 就顶不住 因为校长顶不住了 这个大家都在批评 他顶不住 而且校友 也说有些校友 有钱的这个毕业校友 他说 那你这个钱我不捐了 给学校的情况不捐了 几亿几亿我都不捐了 所以这个校长 顶不住 在礼拜六晚上 辞职了 宣布辞职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在美国重要的 这个所谓滕校 Everly就学到一座校长次 很大的事情 所以大家现在接下来看 哈佛校长会不会辞职 MIG校长会不会辞职 其他学校的政策 会不会做相关的调整 等等 那么大家在等 因为哈佛是等于说 是龙头 龙头 重中之重了 龙头大学 所以大家在看 哈佛大学这个决定 所以哈佛大学校等会也好 最后是哈佛大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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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这个 这个 管理当局 管理局 管理阶层 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几乎 这个校长 这个校长不让他开除 不开除他 继续留他 那这个事情 又在引起轩然大火 所以看起来 这个校长是保住他这个位置 但是还是很多批评声量还是在 能不能够抵下去 不知道 因为这个校长本身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的论文 被指控是剽窃 他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是抄的 有一段一段的抄 所以被别人检举出来了 检举出来之后就对比 因为这个是抄的 你抄也可以 那么你就有个注解 说我这段文字 是引致于谁谁谁哪个教授的文章 所以我在那边记一下 因为有个注解也可以 不过都没有 所以他自己在过去一年两年 他自己出面 做了四次的correction 如果对不起这个文章有问题 我改一下 他做了四次的correction 这第一 第二你说这个剽窃的事情 不是就很糟糕吗 大学校长 哈佛大学校长 你的学术论文 有剽窃的协议 这个你觉得还有资格做下去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被剽窃作文的 被剽窃 被剽窃的教授都出来了 我往哪个学校的 他就说你这个是剽窃吗 我不知道你这样做 怎么会通过呢 你们在选 在选选 选选选选校长的时候 怎么会把它通过呢 这件事情 如果是白人教授的话 那早就已经被开除掉了 所以这个 这个professor 就讲了这些话 那么这个Gail呢 Gail基本上呢 他的专长是什么 是非洲医学 非洲学研究 基本上他没有出过什么书 他没有出过一本书 论文量也非常少 所以就学术地位来讲的话 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那么他唯一的贡献 大家看到报纸上这么写 就是说 他在过去在哈佛里头 就鼓吹多元化 你要有多元化 各个教授 各个人种 所以他这个鼓吹多元化 那么也许 哈佛校同会 哈佛管理当局觉得说 多元化非常重要 所以这样子 所以我们找他来做 他来了之后呢 马上就申请了什么 就成立了多元化办公室 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为什么 你申请多元化办公室 等等 这个经费哪里来 除了学校要捐助 这个校友会捐助外呢 表示自己是很前进的了 还有联邦的经费 那么这个就稳稳就扣合着 民主党的这个 民主党当政 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 根据这个基础你看得出来 这个管理阶层 哈佛合作业 他的几个主要负责人 其中有一个女性负责人 叫做这个 Patricia Prinsek Prinsek这个人 他这个是一个家族 芝加哥很大的家族 他在这个公司里头 就是在这个 管理阶层里头 最重要的地位 那他什么背景 他们这个家族 也是犹太人背后家族 也能背家族 这个很多代了 他们主要管很多房地产 很多投资 其中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 就是哈余 就是凯悦饭店 是他们家干 他们家做的 从芝加哥发迹 然后到加州 从加州再到全世界 所以凯悦饭店 现在是等于 就是四星期以上的饭店 那么他还做什么 这个Patricia 他这个本身是欧巴马商务部长 192013年8到2018年 大概是这样子 他是商务部长 所以商务部长 你看现在雷蒙多 现在拜登的商务部长 这个权力很大 那么除此之外 最近乌克兰的重建工作 乌克兰的专货要重建吗 你想那个多少钱 多少工程 多少国家 多少公司会卷进去 去做乌克兰重建工作 这个家园重建 那么美国这方面的家园重建 以及与协调国际家园重建 这个工程 是谁负责 就是Patricia 这谁决定呢 谁决定 是拜登总统决定 是民主党决定 这个是拜登 欧巴马背后 这个政界 财界 金融界 在一起的做法 我们要讲到 不是说是要指控什么 我们跟大家 把这个事情铺陈出来 就是说 今天你看得出来 这个除了是共和党 跟所谓学术自由 跟言论自由的对抗之后 背后民主党 共和党 保守派 进步派 也是在背后焦虑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局 不是一个小的东西 在里头做的 所以最后还会怎么发展 我们不知道 社会的力量在哪里 这里还讲明白一点 就是说 这里头还有这种高尚人 高等人 跟低层人 这里头插入 像拜登也是这个味道 那个亨特也是这样 亨特是有钱 他们是贵族 政治施加 他今天讲的话就是说 这个Mega这些人 就是川普所领导的 这一些 穷 而低下的这些人 be horrible 你知道很可怜的这些人 他们是来反对我们的 所以这一下就把社会的阶级 跟对立都拉开来 所以当他用Mega 川普这些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已经要在 把这个事情 进一步做分化 当然他指控Mega这些人 是用来分化他的 分化他的父亲 抹黑他父亲 所以双方之间都有骂来骂去 但是这个动机 我们现在给大家说明白了 好了 那么这就是 反右的情况 说到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最后就把这个 做个结论 结论就是说 现在犹太人很糟糕了 为什么呢 这个以色列很糟糕了 因为全世界都在说 你不要再杀 不要再杀了 那以色列是说 我现在 我本来的目的就是 我确定 哈马斯就是一切乱源 这个乱源 不根除掉的话 中东没有凝日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哈马斯干掉 我们刚刚说到 这个天气气候变迁 这些石油性的石油国家干什么 他们觉得 OK我们实话不要 话实话我们不要 我们新能源 我们国家新建设 包括沙奥地阿拉伯 他们就要产生新的建设 大量开发 提高国民的生活等等 虽然是一个军权的国家 虽然是一个独裁的国家 但他们要这么做 那么希望和平 就不要打了 所以在这个10月7号爆发之前 沙奥地阿拉伯跟以色列 还有其他的国家 都已经在谈和平合作 都在谈和平合作 能够共同发展 能够赚钱 这个是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 这样的话地区降 地区的紧张 那有些爆产首缺 守着过去中世纪教育 这些人不变了 伊朗 哈马斯 这些国家 他不放 他不放 他继续用仇恨 继续用石油作为武器 来攻击 所以你明明看得出来说 原来 这个沙奥地跟以色列之间 达成和解 然后可以往前推动 这个事情现在 暂时被终止了 并没有说要放弃 但这被终止了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恢复的话 如果不能帮 帮助以色列的经济能力 各方面技术 能够帮阿拉伯 这些世界国家 能够经济慢慢慢慢增长起来 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但是现在的结果 就变成是说 OK 大家没办法 因为阿拉伯国家 自己本身 他只有基本盘 他也有这些狂热派 他没有办法 一下消除掉 对以色列的仇恨 对犹太人的仇恨 所以现在就去利用这个 所以你杀了太多了 你不该再杀了 以色列说不行 我不做完这个事情的话 永无隐语 那么现在的结果 拜登也受到影响了 因为选票的关系 他党内的进步派 是说你不可以这样搞 你讲的 进步派就是要支持巴勒斯坦 所以你已经令到 帮以色列这么多 送这么多钱怎么办 不可以 所以变成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现在 等于说跟这个 跟这个 这个拜登政府 民主党政府就闹开了 拜登现在是说 你这个 这个拿尊亚乌政府 你是最保守的一个政府 你不知道灵活变通 言下之意就是说什么 你可以换了 你可以下台 我们要换另外一个上台 如果以色列还希望 继续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 还有支持的话 你们正好想办法 把那带我管掉 所以现在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